其实那个时候当在决定要入位名单的时候 那时候我就一直觉得许光汉有可能会入位 是因为颜值吗 我不知道评审有没有把颜值放在里面 你现在这个网络上 由一面倒的声势来看 是一个非常受到大家的瞩目的 这几位大家看一下 许光汉 我以为他是演戏的 没有 他其实开始出道的时候就是先赢 他其实最早好像是想要当歌手 最早想当歌手 对 我记得那时候好像总指唱片有时候想要签他 然后那个时候 对 其实最早吉他版本 其实他真的原先是要当歌手的 你们知道他有演过MV吗 我知道 他也过嘛 很早吃了 而且他今年入围了新人奖 我觉得这是一件令人非常惊讶的事情 而且许光汉的音乐 我觉得这个风格 因为我看过他本人 我觉得他偏高冷类型 但私下是怎么样我不知道 因为他以前也当过模特儿 对 就是模特儿都会给人家有点距离感 可是他的音乐却反而很像是我们是朋友 大家一起出去 很贴近 很贴近生活的感觉 对不对 来 两位评审就来讲讲看了 金曲新人里面 这些入围者 你觉得哪一位是你心目中 可能是今年新人 或是你觉得他最有潜力的 一定是可以得奖的 我们请那个仙姑先来讲讲看 但是因为他刚刚先讲到许光汉 我就想补充一下许光汉的东西 其实那个时候当在决定要入位名单的时候 那时候我就一直觉得 许光汉有可能会入位 是因为颜值吗 我不知道评审有没有把颜值放在里面 但其实我必须说 因为这张专辑是做了一个很棒的示范 就是他做了一个是以AMR为导向的一张专辑 就是AMR很清楚 歌手知道他的大概声音的方向在哪里 然后声音的本质又可以到驾驭哪一些歌 所以他收了很多适合在他英语里面的作品 导致于这张专题你会听起来从第一首到最后一首都会非常流畅 你会不想要skip掉任何一首歌 但是你心目中到底谁会拿下这个奖 新人吗 对 我当然要押我自己好朋友雷琴 这样子会不会有失公正 一来就是其实我觉得 我第一次认识雷琴的时候是在日本的一个音乐节 然后那是一个台日音乐节 然后那时候我看到他是边打鼓边唱歌 那你要知道打鼓是要一个非常注重节奏感的人 但是你要在注重节奏感的同时 你又要一边对着麦唱歌 这是一件非常非常难的事情 但是他本身的那个grooving 他的律动感完全融入在那个节奏里面 然后你就觉得他非常陶醉在于那个打击乐器 然后又可以很enjoy在歌唱世界里 那我觉得那个律动感非常强劲 然后加上这张专辑是 因为现在大家都在玩很chill的音乐 其实你看这个入围里面 这个很chill 这个很chill 这个更chill 三个chill起来 可是这个chill法不一样 是因为他把南岛的 南岛元素里面放进去 那我们本身台湾就是一个岛屿国家 所以他加入了很多南岛元素进去 我觉得让这张专辑整个音乐性的听信 那个世界感会更加丰富 你这样讲完我都觉得他不得讲好像不行 对 那你心目中还有没有除了他之外 如果真的 评审的口味的问题 黑马还有吗 我跟你说 以现在这个网路上 有一面岛的声势来看 克拉奇也是一个非常受到大家瞩目的一个 因为其实在发片之前 在网路上YouTube的单曲 就已经有百万的点击率了 那去年一发专辑 马上就在数位平台上面 造成喜反式的讨论 那我必须说 克拉奇是因为他们把 他们其实这个作品里面 除了有台语 有国语 那还有加上日语跟原住民语 就是它是一个非常多 多种语言的一个混种的专辑 那它里面的 写歌的议题又触及到很多 台湾历史部分的一些故事 所以有时候你在听这张专辑的时候 你反而很像在阅读一本 台湾的历史小说 我都跟人家笑说 这是教育部应该把它编进去 当教材的一本 一张专辑才对 那以这两个人 在目前在Indie圈的声势来说的话 其实他们应该会是 这个新人里面的黑马 就是我会觉得 他们得奖的几率也非常高 我私心是觉得许光瀚啦 因为买帅的 你是帅的关系吗 叫你 你 每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